來 黃國昌下台 好幾百人群聚台中火車站前廣場 集體怒喊 不滿藍白應推國會擴拳法案 早已製作好標語 高舉手擺寫下沒有討論不是民主 或舉起象徵黑箱的黑色紙箱 清除處張訴求 十年前黃國昌他站在太陽花運動 他口口聲聲說要守護民主 他現在在哪裡 這套民主 我們人民要的是一個乾淨 公正跟公平的國會 而不是現在吵吵鬧鬧 退回法案然後重啟討論 更有民眾當場反串獲得掌聲 我是國民黨 我是國民黨 為什麼你要站在這裡 我反對這個惡霸的無法無天的政黨 藍白立願黨團推行國會擴拳法案 引起社會反彈 民間團體發起我藐視國會活動發酵 全台實現是大串聯 以青島東陸為中心桃園市議會綠營黨團 隔空聲援 彰化雲林嘉義 甚至東台灣也都有群眾加入抗議行列 台東南京路口不僅抗議也有人揮舞黑色旗幟 向藍白喊話 這波我藐視國會浪潮 也挺進高雄發起高雄大路過 另外在雲林縣議會綠營明代 更是針對藍白疑診狂酸 立法院有大到要廢除監察院了嗎 請國民黨趕快修法 讓我們的五權憲法乾脆蓋蓋 兩權憲法也沒關係 狂酸離遠藍白兩黨團之後 馬步停蹄一路向北 率隊力挺青島東陸民眾 北中南極東台灣共十縣市陸續加入串聯 全台抗議國會擴權行動遍地開花 賽地新聞綜合報導